想問就是連署那個案件啊 是有收險還是有 拆黑衣的婦人別著紅色絲巾 拚命阻擋鏡頭 被警方帶來事檢訓問 她疑似是郭台銘 連署買個資案的重要證人 周小姐 你不要亂拍啦 沒有 我是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目前的狀況 我又不是周小姐 你們現在是交保了還是 你 你去問那個周小姐 好不容易回話 卻頻頻否認身分 這起違反選罷法的花錢買個資案 檢警封鎖消息 但從一開始追查 疑似先鎖定三百名連署者列為證人 請調查局跟警方去找他們做筆錄 詢問是否有收錢 知情有參與連署嗎 進而追出上游 結果發現有樁腳 甚至里長都有涉案 但被警方詢問的民眾 不少人卻納悶表示不知情 明明沒提供證件 也沒同意連署 檢警追查下才發現 雙北地區有多家當鋪業者 會將客人身分證銀本 賣給中間商或是連署站 已經有好幾個人被帶回調查 其中有不少樁腳坦承給錢 還有人被供出身分 只因為當初說好給民眾一千元 卻只給了四百元 自己吞了六百 不僅害連署破局 也讓檢警掌握更明確事證 一一揪出幕後更多共犯 給 其中一矛盾 你